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好了,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上去了,大家都喜欢在节假日的时候,出门转转,除了国内的景区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奔着国外去了。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中国大妈们,可能是跳舞太累了,总得出去逛一逛,今天我们就聊聊大妈在国外吃自助的事,对于大妈们来说,出门旅游就三件事,吃,玩,买,没有什么比自助更划算的了,游轮游的自助餐厅,酒店的自助早餐等等。 大妈们和老外一样,对自助情有独钟,奔着不多吃就会亏本的原则,大妈们在国外闹了很多笑话,可以说是丑相百出,首先是浪费,吃不了,也要拿满一桌子。 如果菜品少,拿大妈们一定会像买菜一样,好好的挑一挑,把昆菜里面的肉都放进自己的碗里,顺便给旁边的老公加几筷子,根本不顾其他人的感受。 你要是说它,人家直接表示,我花钱了。 第二个就是抢,抢做抢饭更是大妈们最拿手的,经常会在餐厅里面看到,两三个大妈站着七八个人的地方,桌子上还是满满的食物。 平时在家舍不得吃的海鲜,更是直接开抢,很多老外都看不懂,表示中国还在闹饥荒吗?